好 那么上午我们讲了一下这个规划的计算 针对这个公式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值结果给计算出来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公式 这个是必须得掌握的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经过对吧 经过规划 他这个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PI 还是在这个预处里面 preprocessing里面有个叫minimaxscaler 最小最大的一个缩方 这个scaler就是缩饭的意思 那么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API的使用 它里面就有一个参数叫什么呢 feature range等于0到1 那么这里的给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指定这个东西缩小到哪个范围之内 这里你就可以自己手动指定 2到3 3到4对吧 都可以 好 那么这里就直接通过调用feature transfer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来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规划 还是一样步骤实力化 调用feature transfer 对吧 那我们还是拿上午的那堆数据 注意到这里的数据跟我们特征抽取的数据是不一样的了 我们前面的数据都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列表的形式啊 那现在你要进行规划或者你要进行标准化 那么这些操作的前提是你都是对于什么 每个样本多少个特征应该是一个二位数据来进行操作啊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规一化的API给导入进来 那from secular 点preprocessing 对吧 预处理有一个叫minimax scala 好 那么这就是规一化 那我们来对这个数据进行规一化 好 假如说这里是规一化处理 对吧 规一化处理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minimax scala 我们先不指定它的这个默认的 说实上的一个区间是多少 对吧 好 那么先呢 直接实力化一个mm mm.fit transform 好 将我们的数据呢拿过来 注意的是二维的形式 这里面格式我就不调了啊 这个中间的这些空格 返回data 打印一下我们的data值 好 那么这个结果看到 这个结果跟我们上午看到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吧 哎 一零零零零零零一 那也说它呢 作用都是对于每一列特征的 对于这一列特征要不要去处理啊 这个特征也要处理 对吧 这一列这一列都要去处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默认缩办的一个区间范围 那如果说我指定一下对吧 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圆组对吧 相当于是一个圆组的是范围 那如果说我指定2到3的这样一个范围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个值是不是都是在2到3之间 那么这1到3之间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由于你求的最后的那个什么 x两点的时候是不是指定了一个范围吧 哎 通过那个去计算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规划啊 其实原理呢 包括它的结果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现象把数据进行缩饭了 对吧 那么肯定会有很多同学有疑问 对吧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规划处理 对吧 我在什么时候我才会用得到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规划的案例约会对象数据 那么这里呢是一个约会相亲的这样 约会对象数据 它里面的数据全是什么呢 男士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些男士数据有三个特征 一个是玩游戏的消耗时间百分比 一个是每年获得的飞行常课理成数 那也说你每年飞行了多少公里 多少公里 对吧 然后每周消耗的冰激凌公身数 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呢就是你的三个特征 注意啊 是你三个特征 最后有一个什么 类别 这个类别是什么呢 大多数女士给你的一个评价 也就是说你对女士来讲是吸引的还是不吸引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三个类别 一个是不喜欢 对吧 一个是魅力一般 还有个叫极具魅力 那也说每一个人注意了 一个函是不是一个样本啊 对吧 每一个样本 他都有一个评价 比如说最终这个女士啊 这么多女士给你的评价是 呃 这个这个是魅力一般 对吧 这个是不喜欢 还有这个蜡是极具魅力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不看他的结果 评价结果是什么 那我们从这个三个特征啊 就我们从这个人眼啊 我们自己去观察这三个特征 你觉得 呃 你去给他评论的时候 你应该根据什么去评论 你给你这三个特征对吧 你去给这个男士 你就看到这些东西 你不看展现 也不看别的 你只看到这三个三列数据 那你去评价是不是 呃 对比一下每个人的数据去比一比 对吧 比一比 然后呢看一下 有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的这个飞行的里程数 比如说这个飞行里程数 可能会让你给他的 这个打分要高一些 会不会 会吧 哎 你认为这个 比如说他是一个高不帅 对吧 他每天呢都在这个飞机上待着 那每天在飞机上待着 也就飞来飞去 对吧 那也就浅诚意思 就是说他应该很有钱 对吧 天天都在飞机上 那所以你有可能给他的一个 评价呢 会高一些 对不对 他的如果说这个飞行里程数比别的都高 那我可能给他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一样子的 哎 不是 哎 有可能考虑到对吧 你天天都在飞机上待着 但是你没有时间陪啊 没有时间陪家人 对吧 没有时间陪人 对吧 所以这有可能也是一个影响性错 所以呢 统计的人 注意啊 这也是重点啊 统计的人觉得这三个特征是同等重要的 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他觉得三个特征啊 对你这个人来影响啊 对你这个人的评价最终的评价影响是同等重要的 要不管是里程数公升数消耗的时间玩游戏什么的都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里面觉得三个特征同等重要就有一个原因 三个特征同等重要的时候 那我要进行什么呢 就要去进行规一化 那当然这只有三个特征 对吧 如果说我给你十个特征 二十个特征 如果说是同样的道理 那我还得进行规一化 那我们来讲 什么时候我们要进行规一化呢 这是根据算法的要求来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只提一个简单的啊 我们现在只提一简单 后面我们讲到每一个算法的时候都会说 这个算法要不要进行规一化 那这个现象 明天我们讲到KG0算法的时候 你会对比没有进行规一化 你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与进行规一化的这个结果对比 你就知道规一化的一个重要性 那这我们先简单的提一下 好 那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KG0算法 它是件去计算的 那怎么计算呢 比如说 它要计算你所属类别 它要计算每两两个样本之间的一个距离 那怎么计算呢 比如说 它是这样去计算 七万两千九百九十三 注意了 我们假如说 以这两个样本啊 去计算距离 七万两千九百九十三 减去 三五九四八 好注意了 是这个特征之间嘛 好 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求一个平方操作 求一个平方 平方知道什么 对吧 两二的平方四 三的平方九 对吧 就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还要干什么呢 加上 加上第二个特征之间的 比如说十点一次 减去六点八 我这里就减写了 十点一四减去六点八 好 还是一样 平方 加上 同理 一点零 减去一点二一 平方 那么现在你不用管这个公式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值减去的平方 加上这个值的平方 加这个值的平方 你说哪一个的值大上 比较大 你想 这里面减去就已经 结果都是多少了 是不是四万吧 对吧 四万 大概四万 约得四万 然后开个平方 是不是又四十万吧 十六万吧 对吧 十六万 那么这个值再加上 对吧 比如说你十六万 加上一个值减去 那么这个地方 计算一下 多少 这个大概多少 十减六 你直接把它当成十减六啊 就四对吧 四的平方多少 十六万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十六万 加上一个十六的值 那么这个值的 大小应该是怎么样 忽略不计了 你这后面更不用看了 这是个小数 所以你最终的结果 应该是跟你的什么 里程数是不是非常相近 所以也就意味着 你的里程数是不是 对你的结果影响最大 对吧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影响 但是我并不想到 并不想看到这样影响 所以我干嘛 必须得对它进行规划 把所有的数据都转换成同一个标准下面 那么转到同一标准下面 其实它是有意义的 对吧 有些值虽然说相等了 有些说有三 二点八三与三 但其实呢 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关系 就相当于 比如说你这个七万二与三万五的关系 好 那么规划 我们不用管它规划的效果 对吧 只要关什么呢 规划最终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什么 使得 什么 某一个特征 不会对你最终的结果造成影响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目的 目的干什么呢 这样明确的 使得 使得一个特征 对最终结果 对最终结果 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那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进行规刑化 那这个地方 是我们进行规刑化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 我们要这样去临行分析 目的是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什么 继续学习 再去分析我们的目标值 或者在分析特征的时候 是为了不让它造成 不对它造成一个干扰吧 对吧 我们分析特征 它要去总结这些特征的规律 那我们给的特征 是不是要更加明确一点 更加精确一点 让它去计算 对吧 还是一样 为了这进行特征的一些处理 好 那么这就是规刑 对吧 好 那规刑化 我们已经讲了 它的整个原理 那么这个公式呢 最好能记住 那B 还有它的一个应用 那当然这个应用 等下我们会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数据当中 有异常点较多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想想数据当中有异常点 异常点意味着什么 对你的这个结果有什么影响 就如果说你做 做这个规律化 对吧 有什么影响 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名单表吗 想点人了 没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数据当中异常点较多 异常点较多意味着什么 你的这个数据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数据是不对的吧 对吧 数据不对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地方你要考虑的角度从什么 从它本身的公式去考虑 它的公式里面有哪几个因素会受 哪几个部分会受你的这个异常点影响 就是这个地方对吧 最大只是最小的会不会受影响 会吧 你如果说对吧 统计了一个 我直接先覆盖了 那如果说你统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吧 假如说你统计了异常点 你的异常点是什么呢 它的里程数非常大 然后呢这个公升数也非常大 然后消耗时间百分比也非常大 这是异常点吗 对吧 有些你统计错误肯定是存在 那最终的结果就导致了什么 你这个地方的最大值 每一列的最大值是不是改了 是不是 假如说它改了最大值 那你这个大值改了 假如说它的数据是异常点的话 改了最小值 是不是你每一列的最小值也改了 那每一列的最大值最小值都改了之后 那这个地方 X1'和X2'计算的时候 容不容易去修改 是不是容易就变化很大了 好 那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地方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画这样一个坐标 那我们统计数据呢 假如说就只有两个特征 我们只统计了两个特征 比如说叫X1 注意了 只有两个特征 目标准我们先不管 现在不考虑目标准的问题 那现在呢 我统计了 比如说十个点或者十一个点 然后在坐标当中 是不是可以把它画起来吧 我可以通过什么 画三点图给它画出来吧 对啊 前面讲过三点图啊 我给它画出来 比如说这是一个点啊 那我用这个东西呢 给它大一点 好看一下 假如说这都是你描述出来的这些点 好 它是这样去分布的对吧 假如说这是画出来这十几个点 那么 X轴呢 我表示什么呢 表示 这个啊 表示第一个特征 X2呢 表示第二个特征 好 那我们来讲 如果你这里面多了一场点 对吧 多了一场点的话 我们把这个呢 标了一个粉色 比如说这个粉色呢 就是一场点 那我来一个一场点 一场点意味着 我是不是跟这个 这群数据应该是 我是一场的 对吧 我应该是不合群的 对吧 我比如说在这里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X1原来的最大值 最少值在哪里啊 原来最大值 是不是在最大值 是不是在这里啊 是不是这个点的这个值啊 它的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特征嘛 然后这个点的第一个特征 是不是X1啊 最小值是不是在这里啊 哎 我用这个值减去这个值 对吧 求这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吧 好 那么当我来了一场点之后 现在你的X1的什么 最大值是不是变了 X1的最大值是变这来了 对吧 变这里来意味着 我这个max也变了 而且还变了很多 如果说再来一个产点 你这个地方又来了一个产点 那最终 你这个地方的最小值 是不是也改了 这样一来 最小值最大值都改的话 你这个地方 计算的X1比 或者X2比 是不是改 改动的非常大 是不是非常大 那所以我们最终计算的结果 也就改变的非常大 那同理 我们来看 X2是不是原来在这个地方 最大值 对吧 大概在这个点 对吧 然后呢 最小值还是这个点 最小值呢 还是这个点 那现在你来了一场点 它的最大值 是不是也改了 是不是也改了 所以对于X1 X2来讲 你每一列的这个特征 最大值 最小值都改的话 你最终计算的话 你的这个值 改变就到了 那就说 一场点 导致你想 是什么呢 一场点 对 最大值 最小值 影响太大 影响太大 那么影响太大 因为意味着你这个地方就 结果就会造成偏差了 那也就是说 你原来现在没有一场点的时候 可能是算是这样子 有一场点的时候 改变是不是很大 但是这 但那个结果能够去用吗 就不能去用了 所以我们的规刑化 它的缺点就是什么 对于一场点的数据处理 不是特别好 没理解吗 因为你的一场点 影响了你的最大值 最小值 所以呢 我们的规刑化呢 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对一场点 影响不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应用产景 是什么呢 在特定下 产典下 最大值和最小值 是变化的 对吧 因为你容易受这些 一场点的 最大值最小值 容易受一场点的影响 所以这种方法的 鲁办性交叉 什么是鲁办像 鲁办性呢 其实是这个 包括你在编程当中 对吧 经常听到这个词 你的这个产品 对吧 稳定性不行 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 来了这几个用户 对吧 你的产品还可以 如果说用户一多 比如说你的这个网站 看并发量 或者看什么的 如果用户一多 网站就不行的话 那这样就说明你这个网站什么 你的网站不稳定 不稳定 其实就是反映了你这个鲁办性 鲁办性就是一个反映你产品的一个稳定性 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词 这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也说这种方法 它的鲁办性交叉 就是因为不能受这些异产点影响 对吧 所以只适合一些传统的精确小数据产品 其实传统精确小数据产品很少 几乎很少 所以一般的我们都不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规议化 你理解吧 所以那怎么办呢 规议化不能做到这种 使得这个特征对吧 特征对最终结果不会造成更大影响 那我肯定还会想到另外一种方法 那叫什么呢 叫标准化 这个标准化就是我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 也是一样的 原因也是一样的 使得某一个特征对于最终的结果 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标准化 我们是使用最常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标准化 在这里给的标准化的公式看到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x一匹就是 dx一匹就是最终的结果 x减去你的平均值 除以这个地方叫标准差 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标准差 以及翻差这些东西 那作用还是一样 作用每一列 每一列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计算 命为平均值 这个读什么呢 读θ 读θ 那c的为标准差 那么这个wire呢 就为翻差 wire等于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翻差是这么求的 对吧 然后标准差是这么求的 我们先不管对吧 我们先来把这个复制过来 对的这个数据来讲 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也拿过来 它的这个作用呢 也是一样作用于每一列 啊 这也要注意了 作用于每一列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们上午的计算是一样的吧 对吧 也是这样一列一列去计算 然后注意了 每一列的me 就是每一列的平均值 平均值能不能求啊 可以吧 然后有一个叫θ θ等于标准差 那这个标准差是什么呢 怎么求呢 先得讲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翻差 这个翻差非常重要 这非常重要的哪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呢 翻差怎么求呢 是你同理啊 还是对于每一列来讲啊 你每一列本身的数据 注意了 90减去平均值的平方 加上60减去平均值的平方 加上一直加到你这一列 有多少个样本 一直先加 那最后除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每个特征的一个样本数 其实就是你这有多少行吗 你理解吧 就是通过这个东西 去计算出来的这个翻差 好 那也说这个翻差呢 就这么求的 对吧 我们先知道是这么求的 标准差怎么求呢 θ等于开根号一个翻差 那根号这个东西 知道什么意思吧 都知道吧 哎 根号4啊 根号这个 比如说根号9对吧 等于多少啊 你要知道 那这里面根号 你知道了 哎 他对于这个翻差 求一个根号就是比较很差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翻差到底 他意味着什么东西 对吧 好 我们还是拿这样的一个数据点来 看一下 看到这里 我们的翻差怎么求呢 他是什么呀 先求铺 先求出啊 这个平均值 那我们看一下 平均值一般都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平均值 看到这里 我们的平均值 这里有四个点 四个点呢 我对这四个点 求平均值 1.5 2 2.5 5 是不是相加出一个4就行了 那平均值在哪 是不是大概在2.75吧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还有平均值 这右边这个数据 我们要求平均值 2.5加4.5加2加3 也是除以4 这四个点的平均值 0.3 好 在这个地方正好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平均值都大概分布在什么 一个许多数据的中间部分吧 对吧 分布在这个数据的中间部分 好 那如果说我简单的 先让你看一下这个点 我要对这些点 求出X1的平均值和X2的平均值 应该大概在哪里 是不是有可能应该是在一个中间部分吧 是不是在中间部分 你看对X1 你求的平均值 是不是有可能在中间这个点 然后对X2也是在个点 这两个焦点 是不是就这个地方的一个平均值的这个点 好 那我们想 这个就是你平均值的这个点 对吧 当然 这个点包含的是X1的平均值和X2的平均值吧 对吧 你这个点是有X1的坐标和X2的坐标的 我们这里呢 直接写一个X1片 X2片 是它的一个坐标 X1片就是对第一个特征 它的平均值 那我们想 对于平均值来讲 你容不容易受异常点的影响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还是一样 对吧 我来一个异常点 好 我这里来一个异常点 这里呢 再来一个异常点 那么现在如果让你去对吧 让你去计算 加了两个异常点之后 你的平均值的大小 容易受这样的一个平均值 容易受这个异常点影响 是不容易受的影响 首先第一点要明确了 你的这个中间的数据 要很多对吧 要很多 很团结 那我们打个理想 比方说我们这个考试 那这个考试如果班上有90多的人 对吧 平均值呢 在呢 这个80分左右 那么这个平均值 假如说现在来一个人 成绩比较差 考了一个40 4050分 那么对你这个90分的影响 大不大 肯定是不大的 因为你加进去 对吧 再除一个一 但是你本身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对吧 所以 异常点 它我们平均值有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异常点对这些平均值的影响 不大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标准化里面用的这个平均值就正好 就正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平均值我们已经知道了 接着就是标准差 那标准差求是先求这个翻差 对吧 翻差是每一个点 注意了 每一个点的某个特征与它相减的平方 那我们先对于X1来讲 是这个值的X1坐标 与平均值的X1坐标相减的平方 这个点也是与它相减 这个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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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下 翻差为0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翻差为0看到这个公式啊 极端的这种情况 翻差为0 这个球的话 就X1减命 S2减命 是不是都是为0啊 那也就是什么 所有点都是同一个值吧 那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特征里面的所有值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个翻差为0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所有 这个特征啊 前提是一个特征 对吧 所有这个特征 这个特征 所有值 都一样 好 那也就是意味着 那所有值都一样的话 你这个平均啊 你这个翻差就为0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一句话叫 翻差考量了数据的稳定性 那先来看一下 如果翻差为0 说明你这些点 是不是都重合了吧 对吧 都是每一个点的某一个特征值 就是一样的啊 那如果翻差不为0 也就意味着 我是不是 是不是往外面去 还有一些吧 那翻差如果越来越大 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这些点 是越来越离散了 是不是 离这个平均值 是越来越散了 哎 那这个也就 如果你的数据 比较集中 你的翻差应该是什么 比较小的吧 如果你的数据 比较分散 那你的数据 这里一个 这里那个 对吧 那你的这个翻差是什么 哎 是比较大 好 这里我们先记住 这个翻差的大小 是什么意义就行了 什么意义就行了 其中翻差为0的时候 这种极端的情况 要知道什么意义 好 那么这就是 里面计算的 平均值和翻差 对吧 那这里面 我们就不去计算了 在这里 第一个特战 你是不是90减去 一个平均值 除以这里面的翻差 是不是都可以根据 这个公式去计算 这你没必要去算 没必要去算 这个东西 你是没必要算的 你只要知道 它的一个公式 是什么样子就行了 好 那么既然我们的标准化 哎 它不容易受到 异常点影响 那是不是 我就可以普遍的 大部分的数据 是不是都可以用它 来做进行 把数据进行缩放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哎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一样的 我们的标准化的 一个特点呢 来看一下 它的特点是什么 将原始数据进行变化 把数据变换到 均值为0 翻差为1的这样一个 这里是标准差 这里写错了 标准差为1的 一个范围之内 那也说 我们经过标准化之后 这一群数据 注意了 这一群数据 转换成一个新的数据 它的所有的特征 每个特征的平均值都为0 然后所有的 每个特征的 标准差为多少 为1 那理解吗 这就是它的特点 好 它同样的效果 跟规议化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对于规议化来讲 如果数据当中 出现了异常点 影响了最大值最少值 那么结果 肯定会发生改变 但是对于标准化来说 你出现了异常点 我由于有一定的数据量 注意到 数据量是有要求的 你如果没有很多的数据量 你现在班上只有30个 或者说10个同学 然后你考的分数 平均值是70 现在来了两个 对吧 考了40的 会不会对你平均值有影响 对吧 这简单问题能想通吗 好 那么具有一定的数量 对吧 少量的异常点 对于平均值的这样影响 是不大的 所以我们从翻差改变也小 最终我们的标准化 整体的改变就小 所以我们大多数使用的就是标准化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优点的考虑角度 就是它的一个平均值和标准差 能理解吗 好 接着我们介绍一下标准差的一个APM 还是一样 Prepresent里面有一个叫standard 的scala standard就是标准的意思 那标准一般就是标准standard scala还是一样缩饭 目的还是把数据进去缩饭 那standard的scala 看一下使用 standard的scala处理之后 每列对于所有数据来说 都聚集在均值为0 附近 还有标准差为1 标准差为1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 也是调用一个feed transform 就够了 转换者返回一个数据 也是一个array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你如果说你想要查看 原始数据每列的平均值和方丈 你可以调用mins和这样的一个标准差std杠 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没必要去看原始数据的 我们要看缩小之后的这个数据吧 对吧 它的特点是什么 好 我们同样还是对这群数据 对吧 我们就第一天脑都拿到这些数据呢 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这些数据 好 那我们先来导入一下我们的标准化的api 同样还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stdstandard scholar 好 我们直接写一下对吧 标准化缩饭 标准化缩饭 return now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版位置 那实力化standard scholar 好了 返回我们的std等于 那还是一样std点 b的transform将我们的数据拿过来 那么这个数据啊 我们后面例子是会去文件中单中读取的啊 好我们打印一下这个data 看一下我 这里我们调用的换一下啊换一下std standard 然后运行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不是进行标准差标准化之后的这个结果啊 标准化之后结果哎 每一列特征 那我们可能翻差标准差求不了 那我们要求什么呢 平均值可以大概看一下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列特征 第一列特征里面的这三个样本数据 负1.06 哎 负0.26 你加起来应该点多啊 是不是负1.3几对吧 1.3几 那这个地方说也是1.3几 所以我们这里求出的平均值是不是应该是0吧 这能看出来吧 哎 对于每列特征你都可以加一下可以扯转对吧 当然对于标准差 你就可以这个拿计算机去算一下大概的算一下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数据进行标准化之后 哎 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算法有的算法需要用到的数据 哎 这个数据那在这里你可以去干嘛呢 用这里面的数据 刚才我们列举了这个约会这件数据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呃 当然这里是给的是啊 也是这个可以复制的形式啊 你把这个数据呢 复制进去 你可以构造一下啊 含和列 注意的是二维数组的形式 翻进去 把这个构造含和列 每一含有多少几个数据 然后把它进行标准化或者归音化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就这样啊 好 那么这个呢是你可以自己去动手啊 看一下的 打开 打开 是不是 我再让我走 我再打开 我再打开 好